7月10日消息,英格兰队时隔28年后,打进世界杯半决赛,最近正好有一对英国新人结婚,新郎深情款款的致辞,向爱人表达情谊,最后的祝酒词却让人大失一惊。 印度裔,英国人大婚,这是一对印度裔的英国人,举行了西式婚礼,不过新娘还是穿着印度传统服装,手上也画着海纳手绘,新娘面对亲朋好友们,帅气的新郎致辞,新郎只见她深情地望向新娘,今天是特别的日子,我们在一起四年了,是吧?新娘娇羞地回答,是的,深情新郎随后表示,一段美妙的旅程,经过起起落落。 终于来到这美丽的时刻,我特别憧憬我们的未来,请各位起立举杯,我认为这是特殊事情的开端,迫不及待想知道,我们能走向何处。 正当新娘和宾客们充满期待地等着新郎说出最后的祝酒词,感谢亲朋好友,祝福自己和所有人时,敬酒新郎却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折。 静索斯盖特英格兰队主教练,和英格兰队打进世界杯半决赛,静英格兰队随后一脸坏笑地看着新娘,坏笑新娘不失礼节地笑了,难也一丝尴尬。 尴尬随后现场还放弃了英格兰球迷的非官方队哥,It's coming home,足球回家了在场的英国人,都搞举起双臂欢呼庆祝,英国人新郎必定是个英格兰队球迷了,可人生最重要的时刻,都不忘致敬国家队,这个搞怪的婚礼,想必,会让大家终身难忘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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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